堪称是热税原住民文化重镇的秦美文物馆 从0918强镇重创列为围楼封馆到现在 后续灾修作业计划也备受地方关注 乡长陈敬光对此表示说 由于建筑粮柱毁损 未来是拆建或者是修复 必须带专业建筑技师鉴定来评估 目前展览活动和馆内工作人员 都暂时转移到武贺原创中心来服务 不论是部落工艺展览 还是传统文化记忆的呈现 都能在瑞税乡唯一仅有的 其美原住民文物馆内看见 这段时间目前是封馆的 加上我们为了因应封馆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策展 所以我们希望把各项的策展的部分 可以跟我们瑞税原创馆来结合 然而0918强镇重创文物馆 主要梁柱 经专业建筑技师鉴定为围楼 相公所也紧急封馆 暂时停止对外开放 但在另外一方面 整个馆内各大小展览也受到影响 再后相关修复重建作业 也备受地方关注 我们已经到县府转原住民委员会 那原住民委员会也来会看过 那我们希望这笔经费可以尽快的下来 让我们来做看似要重建 或是我们要做维护的部分 让我们其美文物馆未来在使用上 有一个很确的定位 日志乡齐美文物馆后续是否重建拆除 或者修复耐政补强 仍带专业技师鉴定评估 另外还有经费期待克服 而香港陈金光认为危机也是转机 特别将文物馆相关展览活动 以及工作人员 从身居山村的齐美部落 移施到市区五鹤原创馆 让大众不必周车劳顿 更能就近参观 认识在地部落文化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